在中共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 首屆立法會選舉11月12日完成提名期 選民投票意欲受到關注 中共人大常委譚耀宗、鄉傳媒表示 投票率可能是因為選民認同所有候選人 言論引起輿論嘩然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 11月11日在《明報》贊民分析 今次選舉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只會有兩成多 香港01月11日報導 引述中共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 投票率只有兩成多並不出奇 而投票率低可能是出於選民認同一眾候選人 很放心 因而無需投票 他又說 前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高的情況不正常 是因為社會強烈對立 兩黨陣營拉動 才造成投票率飆高的情況 譚耀宗的言論引起網民嘩然 有人聯想到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打科興疫苗的言論 譬如說 投票率不是越高就越厲害的 港台節目《咪咪香港》評論說 如果不投票代表對候選人放心 那是不是公司營運好就不需要上班 老師對學生放心就不需要上課 譚耀宗今天見傳媒時又改口說 參選人來自不同背景 不是清一色 相信投票率不會很低 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 共載有約447萬選民 其中2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 數量大跌兩成 由去年超過12萬人 跌到9萬多 而年長選民數量增加 取消了 按摩 不提 進 按摩